詞曲 李宗盛 柳文貴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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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 李宗盛 班舍 您好 我是姚大人 也是了大貨子的陳仙子 然後我有兩個問題想要問您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像12月在巴黎 七後面前的公會通過的那個 那他們這種是由上而下的 然後像芳妮的保護協會 他這種是由下而上的 他們自己講的都是關於環保跟氣候面前的 那你覺得這兩種模式哪比較重要 或者是說他們這兩個模式可以怎麼合作 就一起找到那個目標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看你很多就是書 你都會寫書齋或者是推薦序之類的 那你是怎麼考量說 我到底有幫忙推薦然後背書這樣子嗎 謝謝 好先回答第二問題 其實台灣書很難賣 因為大家都不太買書 所以我基於這個推動閱讀 鼓勵大家買書的立場 只要跟著書我覺得還可以 盡可能希望讓多一點人買 所以我盡可能的能夠寫推薦序 能夠推薦的推薦 所以 幫助不是太高了 因為我覺得他當業買書很重要 鼓勵出版線 所以我想就是我 所以我基本上我這些年 當每年就是當後期辦人書 推薦跟寫推薦序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何讓大家願意去買書是很重要 另外呢 巴黎協定這個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其中與同時進行 當然 當然我當優格來講 今天為什麼由上A 能夠有這個 破利或勇氣來做的 大概是來自於 很多民眾的行動跟 跟這個人跟我講 包括大概包括企業界 我剛才有三個部門 今天政府部門雖然有最大的權力 跟最大的資源 可是他是人選出來的 所以只有他看到老百姓 願意 心之所向在哪裡 他才會游泳機做對的事情 我跟你講 政府游泳機做對的事情 基本上是要付出代價的 因為你要不遇到 10年20年30年50年後的人口 你現在就要稍微付出你的代價 你如果跟現在的人講說 我為了20年後 你現在汽油要跪死了 跪兩倍 店家跪五倍 那現在的人把這個不易 所以現在有夠透明到說 我關心未來 我關心整個環境 所以我越多不可以在家 這先夠大聲 這我才敢做多對的事情 所以由下A相對的力量 是必要在 這我才能夠把資源跟政策 轉向面對永續 這是第一個 下A相對 當然上A而行 然後上面 其實還有一個力量 我已經沒看到 記得 因為我自己還主持一個廣告節目 我這個廣告節目 我去了一陣子裡面 我都在訪問年輕人 訪問那個 二三十歲 有參加環境行動的社團 有參加環境行動的一些組織 的一些年輕人 大概節目裡面 大概百分之七八四的機會吧 就是都會訪問這些人 包括他們在開會 所以我都代表台灣去巴黎開會的 我至少訪問的七八次吧 七八次的節目都訪問這些 台灣代表過去 那這些年輕人其實都非常的閉嘴觀 他們去之前一兩禮拜 這張節目聊天都喊別管說 哎呀這一次可能會像2009年 那個各門他跟那個會議 他覺得沒有冒成功 我就看到不 絕對會欠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2006年 這五六年下來 有很大的差別 什麼差別 就是我們科技的進展 我們很多 解了解碳的科技 都已經商業化了 換句話說 當這些企業已經把這些科技 可以透過 解了解碳來賺錢的時候 政府就敢去頂得了幾個月嗎 才能投資的幾錢嗎 換句話說 這個以美國 以西方世界為主的力量 當他們的科技已經發展到夠成熟的時候 他們可以藉著這樣的一個要求 讓他們的商業力量 更跨到那個階段去發展 我都講白話 當年我們發現 臭氧有可能破洞 到了1972年 那個門討論 一定是高高公園那個 發現我們排放臭氧 我們很多那個佛利喘化物 很機會找人臭氧 哇這好棒喔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 因為環境問題 而對商品做限制 哇 其實就是 全世界都虧這個限制 全是不能再用那個 造成臭氧造成破洞那個 是 當這些企業已經發 已經發展出替代的東西 開始取了專利權 開始然後才推特工業 那全世界 尤其第三世界 這些落後國家 可以 開始跟他們買他們的技術 買他們產品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表面上當然沒有出來 這是好事情 可是這些都要來自於 第一個 一般民眾願意付出成分 第二個是來自於 這個科技可以賺錢 這個新的 未來的 綠 什麼 這個什麼 低碳節能的社會 已經變成有足夠多的商品 跟 技術可以支撐的時候 都可以推動 所以 從2009年到2015年 其實有很多 產品和科技發展都很成熟 已經可以商品化 商業化 所以其實 這個工業 是可以 我正在開了自己 我有跟他面前說 沒有問題的 今天一定可以切下去 因為 希望經部國家 它都會有很多科技的專利權 所以可以推 這是這樣子 這是這樣子 所以 包括政府部門 它有資源 有電力保力存力 包括商業界 有最高的效果率 最高的 最有效率 最高研發的動力 包括免疫團體 學生的理念 讓民眾院 無度撐的 無度撐的 無度撐的代價 這些三個都同時進行 我們才有可能 面對未來做的改變 我想這些 這三個部門都很重要 當然是這樣講的 不過 如果有時候講到這些 所謂 世代政議也好 這些地方 區域的政議也好 其實講的類似話長 世代政議 說 世相之大都是這個世代 然後這擁有的權力 就是那些希望國家 再這麼講其實都是如此的 所以 雖然有時候都講 假借著很高的 自由啦 民主啦 環保啦 知彼其 有時候其實也都不斷在 這些信心欣利國家 不斷在施展他們的那些影響 跟他們的商業影響 其實有時候講起來很差 不過這些是另外提完話的 這是我們很瞭解人情 也蠻大的感慨 好 不好意思 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 不應該聽到的東西 還沒有什麼問題 好 請坐 你好 你好 我剛剛問說 最近花蓮的 花蓮政政府 他那個廣告檔 他說 連線人員創立 有工作 歡迎入住 好 那 既然可以看好多花蓮政政府 現在來開發 他們 就花很多資金 然後開發 我們花蓮地產 對 但是我 會想去花蓮 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那些人 是在後面 他的 書目的能力 對 那 要請 楊德 怎麼看待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花蓮的開發 還有什麼 其實喔 台灣從來沒有的案例 是政府開發成本的 不過基本上 政府唯一能做的 其實他 其實他用了他的公權力 跟資源 做整體的 上位的規劃 跟他 用他的公權力 來防止 這些 利益團體 來做 不公平的競爭 跟 胡亂的 消耗 講台灣的 所以 其實楊德先生 該做的其實不是 啊 用他資源來做 我做的東西 我花錢來做的東西 你來 其實他用這個上位 把資金 他都不全力 把這個區域的 把這個區域 破壞的 有問題的 處理掉 然後 丟出一個上位的 整體的 的東西 然後讓民間 企業的樣子 來做 對的事情嘛 而不是要跳下來做 可是他講給我開頭一下 他說 他就要說 當政府跳下來 只 老爸自己當一個企業者來講 是不對的 把 政府把自己當一個企業 來經營 來直接執行到 這案子不對的 因為政府在怎麼做 其實都是 沒有效率的 在做很多 會有很多 行政 浪費 成本 這不是很 沒有採取 很沒效率的 可是 政府有個公權力 他如果用這個 最上位的觀點 來把整片區域 做一個非常好的 規劃 他用公權力 把規劃 然後控制好 該補償補償 然後退出去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東西 要讓它積極來做 其實政府來做這個事情 而不是 調起來的根 泡下來自己花錢 坦白的話就是 像 像 苗栗 苗栗 苗栗過去 做多少 做多少 花多少錢 感覺在當地 每個人都會被他幸福 可是這些都是不在 所以其實我自己 覺得政府要了解 政府要了解 他自己本身的 自己本身的優勢在哪裡 他擁有的公權力在哪裡 然後知道筆電企業 知道社團 公益團體各種優勢 當然發揮自己的作用 而不是要做跨界來取代公益團體 去取代企業來做這些花錢的事情 這些事情 我想這些都是我自己 當然 你剛剛講的 花來這麼一個細部 我不能拍太清楚 可是 我認為 應該都不過去所有地方 政府不說 我會促進地方產業 然後 我急救張了 脫未筆錢 當下信多少人來 當下要走成的人 我覺得 當然雖然我不了解 花來 那些東西 我不是太清楚 可是我覺得 應該跳過不了 過去的思維 就是 我當下為了好看 找你錢 錢在他的後 這個表現要欠幾百億 多少幾千億 我錢在後面 然後我現在就是 當下我創造某舊的機會 我當下多少 好像多少產生 就覺得很厲害 老闆心都很開心 我覺得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政府應該做的 我講講 他用了他這麼全力 用他整體的事業 來做很多長遠的東西 而不是跳起來 做點點點點點這樣 我講 這是我自己 這20年來 我自己很羨慕的感受 因為政府怎麼做 其實從來沒有做好過一件事情 當下政府其實沒有 所以我講 我也不太期待 對 而且我怎麼做好一些 其實以長遠來看 不是以三兩年 而是以20年 30年 50年來看 很多地方做的案子 做一個計畫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我們過去20年看太多歷史 所以我也不期待 過去20年 當地這麼多聰明的人 有這麼多厲害的人 都以當下的表現 都長遠來講都是有問題 我也不相信 現在的人會做得比以前更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乖乖的 做一些比較有趣 比較長遠的動作的東西 而不是當下的 我的概念意思是這樣 好